隨著DC漫畫一系列的電影 以及主題手機遊戲DC火力無限的推出 不妨藉此了解當中人氣角色 神力女超人魚在各版本故事上設定的分別 以及那些沒有搬上大螢幕的意識 神力女超人魚初代版本中 被描述由女王西坡呂特用泥土所塑造 並由眾神賦予其生命 她被形容與愛神阿弗羅代帝一樣美麗 聰味如雅典娜 敏捷不雅於商業之神荷米斯 強壯由聖海特列斯 後來在新五二版本中 官方將她重新設計 並指出原設定中生於泥土的故事是杜撰的 戴安娜真正的身份其實是宙斯的斯森女 但為了避免宙斯的妻子 女神希拉的嫉妒復仇 所以隱藏了這個事實 而現實的DC宇宙重生版本中 沿用了宙斯斯森女的設定 並透露了她有一位雙胞胎弟弟 名叫傑森 即使神力女超人的設定經過了多方更改 自少爲亞馬遜女戰士的她 則是DC宇宙世界中一位實力超群的英雄